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XXY哏你看电影 讓你看电影更有哏 我是XXY 我是Jerico 我們這個節目呢是會分享上個禮拜 國內外發生的影劇相關新聞 並且呢針對這件新聞背後所提到的議題 或是一些有趣的知識 或是娛樂產業的生態呢 加以討論 讓你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呢不再只有八卦 也讓你在看這些影視作品的時候呢更有趣喔 當然呢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IG 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囉 您先來收看或收聽的是 跟你報新聞 這個應該算是上禮拜 非常大的新聞 應該算是這個 呃 有關明年度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重大的政策 而且他有可能就是開第一槍的人 開對成為了開第一槍這個有關 串流跟院線 這在傳統發行上面的一個很重大的變革 然後照理來講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會先發生在迪士尼身上 原本應該看起來迪士尼比較有機會 對 因為之前我們聊了很多 前幾個禮拜我們都有聊到 就是迪士尼Plus 然後迪士尼他們自己內部 他們自己也有調整嘛 我們之前有報過就是說 他們未來將會以這個串流業 呃 應該串流發行的這個作品來做為優先 對 那看來這個這件事情被華納說了 呵呵 搶先一步 嗯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新聞的內容是什麼 就華納兄弟前陣子呢 才總算改變策略啦 讓他像是神力與超人 在約在預定的檔期 就是今年年底的檔期 在就是 就是有沒有HBO Max的地方 就是上戲院 就像台灣就是上戲院 是 然後有HBO Max的地方呢 就上HBO Max 就是才同步發行方式 那如今這個策略 不只是單單for 神力與超人而已 而是for 明年的全部華納兄弟的電影 對 包括什麼呢 包括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 先來講講明年的 華納兄弟有哪些主打電影 而且這些還不是全部喔 嗯 只是比較可能目前比較知名的幾部 就是比較多人討論 然後也是比較多人就是 我們講出來之後 很多人想說 喔 對對對對 我們明年很關注這部片 對 想起入 第一個就是 怪獸宇宙的歌吉他對金剛 這我們上禮拜有聊過 對 他也是 所以等於明年是可以會在 戲院跟HBO Max發行 這個也是間接的 否定的我們上禮拜 有關這個 Netflix有沒有可能 把這個發行權給買過去 對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看來勢必就是說 看來是有華納來搶下這個 串流發行權 對 串流然後跟這個院線 對 同步發行 然後再來是就是我們 力英宅宇宙的力英宅3 是惡魔逼我的 這個 這個部標題真的超級有事 而且這是 台灣官方翻譯 而且 不是我們戰役喔 然後又是瘟子仁監製 瘟子仁監製 加上這個標題 監製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又討論過的就是 湯姆貓與傑利署 真人電影 對這個我們之前 應該算 如果你們有關注我們的社群 我們的社團裡面其實也有 發布過這個的新聞稿 對 也就是這個湯姆貓與傑利署的 真人 結合二地動畫的一個 算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一個動畫 真人電影 這樣子 然後是由這個 超殺女 克里斯摩雷茲所 欸 克羅伊摩雷茲所主演的這部片這樣子 明年 我記得是一二月的時候會發 對 然後再來還有 魔公帝國的全新重啟版 魔公帝國也就是Mortal Kombat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影片 就是那種什麼 Fertility 對 就是有很多很暴力血腥的一個 電玩改變的電影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還有 怪物騎兵2 怪物騎兵2 就是 由Labrong主演的 上一部是有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然後變成Labrong James 變成Labrong James 然後就是Space Jam然後這部片 對 然後還有駭客任務4 駭客任務4 這個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 對是明年搶搶檔的一部 然後還有就是也是炎起的沙丘 除了沙丘以外呢 還有我們自殺突擊隊集結 DC電影宇宙的電影這樣子 對明年DC電影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紐約高地 對 紐約高地這個是那個 林一斌的電影嗎 對 林一斌他的這個音樂電影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安傑妮娜球莉 球莉的 對 The Those Who Wish Me Dead 對 算是一個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這好像是動作電影嗎 對就是安妮金尼娜主演的一個 一部片子啊 然後還沒有中文翻譯 但是他的英文叫做 Lows Who Wish Me Dead 那 直譯的話應該是 他們希望我去死 那些那些那些希望我去死的人 對 如果你要走那個立英仔風格的話 應該就是這樣 對那些希望我去死的人 好啦那所以 以上我們這樣講的 哥吉拉對金剛 然後 立英仔3 然後莫爾解律署 魔攻帝國 這個 安傑妮娜球莉所主演的這部片 喔還有一個黑豹黨的電影 對黑豹黨的電影 然後六部了 然後《怪物騎兵2》7部 《駭客任務4》8部 《殺丘》9部 《自殺出去隊集結》10部 《紐約高地》11部 而且這是 暫起11部 我相信就是可能還有一些小電影啊 也是 比較獨 可能比較小型的電影 還會在未來上映嗎 嗯嗯 所以這只是初步的11部而已 算是明年 蠻主打的這個華納兄弟影業的電影啊 那都希望說能夠採用 呃院線 然後跟串流 同步發行的方式來做 呃這個 試出這樣子 不過在這邊 我去跟大家講解一下 HBO MAX 目前它未來會怎麼運行 跟 目前他們這個制度 他們是怎麼去 他們官方是怎麼去解釋 這樣一個行銷方式 嗯嗯嗯嗯 那首先呢就是HBO MAX 上線之後 如果未來會上架 我們剛剛已經上年過了 可能11部以上的作品 嗯 那你是不需要額外花費 29.99美金 去才可以看 這個就是他們每一年都要 他們每次發這種官方聲明 都要重生一次 這個超級針對 所以他們不需要額外收取觀看的費用 對那也就是說 你只要有訂閱這個平台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觀看的 沒有一個什麼院線專區 也沒有一個什麼STAR的成人專區 他們都會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HBO MAX 你有訂閱你就可以進去看 也不需要額外轉到其他平台 或付額外的費用 那我覺得蠻好奇就是HBO MAX 你要訂閱的話大概要多少錢 對啊 因為他目前他的東西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他偏 那我覺得他相較之下 可能Netflix或是 他的訂閱價可能會稍微偏 應該會稍微偏 應該會稍微高一點 或是他會有其他方案 這個可能要 對 對這可能要等這個 他正式上線之後 然後或是這個 有在美國的朋友 就是你可以跟我們稍微透露一下 而且我相信到時候 美國應該也會挑戰 因為目前美國也還沒有查個 史萊德的導演版 然後也還沒有這些電影都還沒上 可能要等到《生日超人》上映 那段時間可能價格會做調整吧 對啊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是在那個時間點 現在調整太早了 對然後再來 再來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這些電影在HBO MAX上線之後 用戶也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關上 就是可能假如《生日超人》是12月上映 那你12月中上映 那你12月中 戲院跟HBO MAX都有了 那戲院就會一直播 不過HBO MAX在1月中就會先下架 那剩下如果你在這個一個月內 你沒有看到 然後你戲院又沒有上 你就只要等未來 他在可能已經下檔之後 HBO MAX重新上架 或者其他正規管道 才可以看到 對 這點就是跟荒木蘭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 就是跟迪士尼那邊不太一樣的操作方式 然後 可是荒木蘭也是三個月 可是他三個月啊 人家有付錢可以看三個月啊 沒有付錢你只能看一個月 他就說你三個月可以提前看 對啊 那三個月之後就 對就是就回歸正常 對啊 那說不定就是 也是 就是他應該算是 他如果正式的發行 家用影音的部分的話 那應該就是三個月之後吧 對 可能未來之後 對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這樣的一個發行策略 並不會 目前是沒有打算 延續到2022年的 嗯哼 就是這個計劃只會for 2021年上映的電影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2021年的疫苗普及化之後 然後這個 這個疫情能夠得到真正趨緩之後 會不會這個不會延續到2022年的部分 除此之外就是還有華納的官方也有出來講話 他們就說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就是他提給了 他提供給消費者一個最棒的選擇方式 然後很遺憾在戲院方面 試院方約 就是因為放映問題 所以美國是最受疫情影響的市場之一 所以但是他們認為 但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比如說中國 或韓國 日本等 歐洲等地區呢 他們認為他們戲院是可以放映的 所以他們才會採這樣的一個想像方式 他們也是認為 這是在疫情的情況下最好的一個選擇 對啦 言下之意啦 AKA一直就是說 希望你們這些 真的能夠在電影院裡面 看的人 看的人可以多多的支持啊 就是給我們一刷二刷三刷再刷 對 那言下之意就這樣 他們希望 對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會覺得 OK 那可向而知 那可能之後 比如說迪士尼會跟進 就環球會跟進 然後各大的這個片商跟進之後呢 這些小片商也會跟進 那這個是不是也另類帶起了這個 串流業的這個更加受到重視 然後這個我們之前提到的什麼 戰國時代 也會再更先一波這個升級啊 對 那我們就後續就盡情期待啦 那只不過呢 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個最大最大的一個改變 可能我們之後看這個全球炮房 票房 炮房 票房的數字 有可能就會 對 可能還要 那時候並不是完全的 就非常的不準了 對 因為以前像我們以前 我們會去查非常直接 比如說 全球賺多少錢啊 全球幾億美金啊 對 Box Office 的 Mojo這種網站 對 去看什麼 Wall Wild的那種 Box Office 他們的那個數字 很明顯 就是跟這個 Budget 製作預算來做比對的話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這部片到底賺不賺嗎 那這樣子 這樣看下來就是 代表就是說 你覺得他們會去公佈 HBO Max 背後的那個金流嗎 不會 不會啊 Disney Plus 也不會啊 這個 花木蘭那個 預算那個評估 那個票房的評估 我們也是 透過雅虎的分析師去 推估出來的 也不是個準確票房 對 所以全球票房這件事情 然後變成只剩下 亞洲票房 甚至是這個 疫情比較趨緩 然後有電影院上映的票房 數字的話 那勢必就會變得非常的不準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以後 評斷 這個 在商業上啦 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太在意這件事情 但是在商業上的評斷上面 這個要怎麼樣去做 然後這個 電影院的 應該不是電影院 這個電影發行片商 他們怎麼樣去評估說 製作片的表現到底好或不好 我覺得 勢必會有另外一種 新的數據化的 數值 然後來做 優先的參考 我覺得觀看人數這件事情 應該是 最直接的 然後這件事情 其實又讓我想到 就是 大家應該知道說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台灣的票房這件事情 到底 到底要怎麼看才比較準 因為我們現在看最準 其實是台北市的 就是最透明 我覺得說 最透明 那因為台北市他們的 戲院是有連線的 比較好去計算 比較好去計算 那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那種什麼全台票房冠軍 為什麼會鬧雙包 很多都是因為 片商他們自己去 推估出來的 對那所以 也這個計算方式 沒有一個一定的話 那其實 這個評斷標準也很 也很 也很難去界定 那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說 這個片商跟院線的 這個電影院 他們之間的這個分紅 我們並不知道 所以實際上那個票房 的數字是多少 這個要分紅之後 那個淨 淨利 那個利潤 那怎麼去算 這個 我們是不太能夠知道 這個商業背後的 這個know how 所以呢 我當時其實我有提過 說 那我們就不要看金錢 我們不要看那個數字 我們不要看那個 那個 新台幣 因為畢竟 你看南部賣的票價 跟北部賣的票價 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票房本來就不固定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它改成是 觀看人數就好了 進場人數 進場人次 這一廳 裡面 比如說70個座位 那你坐到幾個人 50個人 那我們就算 ok 那今天 這場就是50人 那如果人數 我們都能夠非常明確 把它界定出來的話 那 那大家來比人數就好了 我們不用比那個票價 對不對 那如果有幾部電影 他就是專門發3D鏈 然後他票價比較貴 可是他人數很低 但是他輕輕鬆鬆就可以 一張票 然後抵過人家的那種普通的兩張票 那是不是也不準 對啊 那我們就 我們就用人數來比就好了 對不對 對啊 那這件事你會不會回歸到 就是另類的 透過這樣的方式 這個串流的方式 然後回歸到 比較可信度的數據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所以明年是怎麼樣 我們就來看看接下來的 的這個 其他片場會不會跟進 欸果然 果然有人跟進 這個超級明顯啊 誰跟進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分享的新聞是什麼 對因為其實在原本在 20世紀福斯影業旗下的 兩部作品 尼優和謀殺跟脫稿玩家 因為並跟萬人關係 所以也到迪士尼的旗下 這我們前幾週也有聊過 也有聊過 然後迪士尼呢在原本這兩部檔期 都是下半年一個 好像是10月 然後一個好像是12月 然後都因為就是 後來迪士尼宣布兩部 無限延期 就希望在明年上 但不一定 不過呢 近期 中國的一個新浪 正式宣布 尼儒和謀殺 在中國順利進口 那代表是他要上了嘛 對不對 他在中國會上了 那上一日期也在近期會敲定 然後為 因此呢就是 當地的媒體人 就是在推特上面分析說 這很有可能代表的是 尼儒和謀殺 將會以 就是線上方式 就很像 數位下載的方式 或是像是荒漫的行銷方式 來以 與願線全球同步發行 所以這其實也另類 說明就是迪士尼啦 因為畢竟現在 20世紀福斯 就是去福斯化之後 變成20世紀影業 對 變成是迪士尼旗下的一家電影公司 所以他們 他們發行的電影 就是等於是迪士尼發的嘛 那迪士尼他們之前的 做法其實就很明顯嘛 像花木蘭的成功 打趴這個天人的傳統 沿線發行的方式 那勢必就是接下來的 有越來越多電影 應該會用花木蘭的發行方式 來做發行 那在華納開的第一槍之後呢 我覺得迪士尼跟進 是非常非常天經地利的事情 那最先拿來開刀的 我覺得一定不是迪士尼本家的作品啊 沒有人拿 對啊 不可能嘛 黑寡婦我就覺得他們不敢拿出來 所以你看他就先拿這些 放在比較第二線的作品 然後來做實驗 所以我覺得尼羅河摩山跟脫稿玩家 最有可能先被推向實驗室的兩部作品 那我就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這不是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這商業策略 我覺得大家打這個牌都非常的安全 而且也都非常的合理 而且也非常的保守 那誰也不知道說2021年會 會不會有什麼樣大的改變 那但是勢必要去做改變 那我就覺得這樣的改變 或許也讓觀眾可以開始思索一下 就說我們經歷了2020年之後 我們有些人很少看電影了 那你會想看電影嗎 那如果你今天想看電影的話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收看 那這也是一個現實考量之下 你必須要去做出來的一個權衡之計 權宜之計 你不可能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疫情的話 你不可能就大剌剌的說 今天就進電影院了嗎 我相信你也不敢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些事情都是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思考說 我們的觀影行為這件事情 會不會跟著這個 片商的發行方式有所改變 那這樣的改變之後呢 哪怕是比如說 2021年真的疫情趨緩之後 2022年我們的習慣會改回去 2019年 甚至是以前那樣子的觀影習慣嗎 對不對 還是我們開始會依賴這些 串流平台的呢 那勢必如果大家開始依賴 那串流平台也跟著大幅的上漲之後呢 我們的未來 這個票房頻段也好 這個任何的數據化的數字也好 是不是也會有很大的重大的改變 我覺得從2021年會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呢 這是有關華納跟迪士尼兩大這個片商的消息 我不知道Jerico怎麼看 其實開始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就是華納先推出說 我們明年要踩院線跟戲院同步發展的時候 超多人在討論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覺得這樣是好的嗎 我說其實 這應該是以現在狀況最好的一個發展方式 我覺得因為一部分是顧及戲院的生存 一部分就是他們片商又不會到損失到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式是非常正常 然後我也覺得 我支持他們這樣做 你也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很合理啊 在這個情況下 疫情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 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是最好的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他 這個 可是我問問說 我覺得他不一定 只會否明年 我覺得這一切要看整個數據下來 就是如果串流發行是不錯的 他的票房是可以打 他的他算到的收益是可以去彌補 可能幾分之幾的票房 那是否代表未來其實未必真的 一定要每一部片都上戲院 不用啊 對啊 或是會不會只要有一些片 就是當地的HBO 有HBO MAX那邊發一發就好 那沒有的話再上戲院 那只有到那種超級無敵大熱門的 我們在 就是一定要退戲院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運營方式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未來的電影院會不會也會跟著變化 就是說 我們看電影的習慣可能會變成是 有些片他才會上院線的話 那電影院會不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高端的娛樂選擇 對我覺得反而會變這樣 我覺得會不會變成像 比如說音樂會 就是你會去聽音樂會 你會去國家音樂廳 你會去新舞台 你會去小巨蛋等等的這些表演場所 那電影會不會也變成是這種 這種你希望去享受更好的聲光效果 然後你才會去選擇這樣子的一個設備的場所 讓有一些 比較 比較中下水準品質的電影院會慢慢的淘汰掉 退場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可以去觀察的一個重點 這樣子 對啊 我是覺得很明顯就是 黃娜開了一個全新的一個 因為大家 雖然院線跟戲院同步發行 院線跟串角同步發行 對 一定不是一個新畫樣 可是 一整年都這樣搞的人 黃娜是第一個 對 就像索尼那時候就說 我今年一定不上電影 我明年才要上 對 那就一個人就是說 那我明年都各上一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明顯新的東西 而且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這樣台灣是不是明年來撤席在戲院 是不是十一部台灣應該都是可以在戲院看到 因為台灣的HBO MAX應該沒有那麼快 為什麼覺得 因為台灣都已經宣布 就是 有一些地區是 有些地區是 就是茶樓板會上HBO GO 不是上HBO MAX 那是 就是間接驗證的有些地區 明年也不會有HBO MAX 至少年中的時候不會有 對 那我自己個人會希望說 這個 關於國片的部分 就是 今年我們 也因為這個很多 好萊塢的這個 院憲黨旗退黨之後 然後也讓很多的 國片 讓很多國人有所信心 然後也讓很多人有機會看到這樣子 然後也因為 金馬牆的關係 然後又掀起了一波話題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看 比如像《菇衛》這種片子 然後原本 你看 他原本上映的時候就默默上映 然後沒有什麼人去看 結果 所以他破譯啦 對他破譯啦 你看炸蝦卷 炸蝦卷還一定去哪 下雨天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 是我的一個 呃 我 我看到很開心 可是我另外一則 已憂的是這個 2021年 這個國片的 的話題 能不能繼續延續下去 因為我勢必覺得 2021年一定還會有新的國片啊 對啊 一定會有的 我們會 利用這個 2020年對於國片的信心 這份熱情 這份心 然後再去延續到 2021年的新國片嗎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可以去 觀察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這點啦 我覺得因為畢竟今年 雖然造起一個國片 新的一個熱潮 尤其像國片 再一次被帶到觀眾的 就是選擇當中 然後越來越多人去選擇國片 也像不管是孤位 或是親愛的訪客 柯南欣欣的名字等等 這些作品其實在各 在近期都非常好表現 而且每一部都有非常好的口碑 那些 然後說其實今年 就你今晚講的說 如果有很多作品 大家都知道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 就畢竟大家可能 今年跟今晚港是 比較有參與感的 對啊對啊 那我覺得大家明年也可以去留意 明年到底有哪些國片 然後可以來就是 讓從今年開始 我們去養成一些 去留意一下 到底有哪些國片 會在今年登場的一個習慣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明年可以去注意一點 那你的朋友有 就是有 有在進一步問說 那你會去訂閱這個 串流平台嗎 他沒有問我 可是我一定是會去訂閱啊 那你就你的觀察 你的朋友 身邊的周遭朋友 他們有去訂閱 比如說像Netflix 其實 人數 沒有想像這麼多 沒有想像這麼多 對 那他們會去看Netflix的電影嗎 這個我滿好奇 你說Netflix上面 對 你的電影是指什麼 就比如說 慢客之類的 不用到慢客 比如說 以暴自暴啊 鬼影特工這種啊 其實他們比較不會去 就是很去找 他們可能是 最近很紅 比如說最近那個 又忘記名字 哪一個 那個生生命線索 啊 韓國內部 對韓國內部 那去 因為近期剛好討論度很高 那他們就會去想要看 他們就比較像是 喔最近Netflix 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 或是討論度很高的作品出來 那他們就會去想要看 他們比較不會像 我們可能平常就是去 牢牢看有什麼東西 他們比較像是 喔有什麼東西 可是他們會 就大家討論他就會 就會訂閱的人 就是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熱度高 他們就去看 那就是不一定會是 就是常常掛在上面去找電影 比較少啦 但是應該說 我比較好奇說 真正會去訂閱Netflix的人 應該 我就是 因為我一直以為Netflix 應該是個蠻普遍的東西 OK 而且大家都知道 可是訂閱的人其實沒那麼多 就以比例來算的話 其實想沒有想像中的多 對 假如50個人來說的話 因為其實我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 就是 我們可能 有在關注電影的人 可能就會認為說 Netflix 不是這常態嗎 這常態 就把他訂閱起來 對啊 對啊 就每個月固定花個 可能一張電影票 或兩張電影票的錢 我就可以看到一堆這樣 我下班回家 我就可以看劇這樣 你可以看劇 可以看電影 可以看動畫 可以看短片 上面什麼都有嘛 然後也有一些台灣合作作品 所以我覺得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同溫層的部分 對 可是實際上 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蠻明顯 就是說 像我之前寫 婚姻的故事的影評 丟出去 點閱率就是超級低 是啊 可是不過如果說婚姻故事 是幫我的粉絲團 造一個新的巔峰 你剛好在話題上嗎 我覺得剛好在話題上 可是我覺得 或是其他的 就很明顯 就扣掉 芝加哥七人案好了 他的表現就 就沒有到那麼爆 對啊 我覺得應該說 像是芝加哥七人案 就是飛 就是非常 表現非常好 其餘的Netflix電影可能很多 像 生命線索 然後芝加哥七人案 然後什麼 等等的這些作品 就飛組了 沒有到很爆炸性討論的 那相對的 他的點閱率就沒有那麼高 可是雖然大家比較 比起戲院更容易容易看到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訂閱 你就現在打開就可以看 你也不用跑到戲院去 而且我覺得 就是Netflix他會自動 推薦給你 如果你有訂閱的話 你應該都會 就說Netflix就 三不五十手機就會接到通知啊 什麼什麼以上線 什麼什麼 已在你的片單 或是 我們認為你會喜歡 我們認為你喜歡 然後最近有什麼幾部芯片上架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訂閱Netflix 應該是很容易被推到的 可是 我發現其實 可是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價格問題 因為我有朋友就是 他們想訂閱Netflix 他們一個人 學生一個人的狀態是沒辦法的 那他們可以合資 對他們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想要去找人合資 他們比較重要的做法 可能就是三到五個人去想辦法合資 要湊那個人數 可是又不是說真的 因為有些人想說 我其實只是想要看一部 我又不想要花錢訂 就是 不然我平常是就是要付這個錢 我平常也不會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困難去執行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身邊都是想訂Netflix 可是你還沒訂 那你可以找找看你身邊的人哪些想訂 一部分可以幫你生你的錢 一部分也可以推廣 推廣一下 就是Netflix上面的作品 Netflix還是有很多 不錯看的作品 那不過 除了Netflix之外 其實台灣有很多電信業者的 或是自己一些獨立片商他們自己的一些 串流平台 比如說像CashPlay CashPlay 然後MyVideo Friday 像公司他們自己有公司Plus 對 然後或是 有很多的 大家可以去採 MOD 自己其實也算 他們都有一些 就是跟一些片商合作 然後有一些 也都有獨家的內容 也有跟一些影集做一些合作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串流平台有很多選擇 好不好 你不要以為就只有Netflix 就Netflix 或許是一個 Netflix是一個比較大眾的選擇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更了解的話 其實太多選擇 太多要訂了 你要想想看光 光國外就已經有好幾家了 然後再加台灣 真的不可能每個都訂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個人經濟能力 跟你的實套來做選擇 對啊 對 以上就是有關 華納他們開的第一槍 就是有關 明年所有的電影他們都要 以這個院線串流 對院線串流發行的方式 對 然後來因應這個日趨 好像 也不是日趨嚴重 就是好像 還沒有這麼快 平穩的這個疫情 對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啦 就是你會因為這樣的改變 然後改變自己的觀影習慣嗎 還是說 你看電影就是想要去電影院 我不想管那麼多這個串流夜什麼 有的沒的 我不想訂閱那麼多平台 我不想那麼複雜 我就是想要這個 進電影院 然後看到有哪些電影 然後上映 我就乖乖的買票 就對了 不要給我管那麼多 這個歡迎分享你的想法 給我們知道 我們都會跟你來做討論互動喔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那節目的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別忘了分享我們的影片或聲音 並且追蹤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更新喔 那跟你報新聞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